超越界線的戰鬥 解開世界的謎團 第一批神話三部曲最後的篇章 阿爾宙斯超科的時空 小致穿越時空到遙遠的過去 理解到阿爾宙斯曾面對的背叛 最終改寫了犯錯的歷史 成功平息了創世神的憤怒 成為被記載在史詩上的英雄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第一批劇場版神話三部曲系列 前面我們已經為大家介紹過 《絕戰時空之塔》以及 《奇拉蒂娜與冰空的花束》 建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故事 然而其中還有很多的謎團 以及沒有交代清楚的劇情 留給了我們不少的懸念 而這一切都將在今天的主題 也就是第三部的故事 阿爾宙斯超科的時空中 得到所有的回答和交代 成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本作可以說是最有史詩色彩的一部 如果說前面的兩部曲 展示了創世神獸們的強大 以及人性的自私 會對世界帶來多大的災禍 那在這部作品之中 就是綜合了這些元素 讓我們看到人的自私自利 如何惹怒了創世之神 阿爾宙斯 復蘇的阿爾宙斯 又是如何對這個 他一手創造的世界進行塑清 主角小智等人 又是如何穿梭時空 力往狂瀾 從破滅的邊緣 搶救世界呢? 請來就讓我們開始 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在開始看劇情前 要先解釋一下本次的標題 超克的時空究竟是什麼意思? 單以中文的角度來看 可能會覺得超克這兩個字相當抽象 不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然而在原文日文的標題 其實翻譯過來是前往超克的時空 而超克在日文中是有著超越、克服、戰勝困難等等的意思 因此實際上這個副標題的意思是 小智等人前往戰勝困難的時空 回到故事的一開始是在遙遠的宇宙中心 卷起了一團金色的漩渦 而在漩渦的中心 從沉睡中蘇醒的創世成阿爾宙斯憤怒的張開雙眼 他即將因為人類過去的背叛 前來摧毀他一手創造的世界 而畫面來到小智一行人這邊 他們上一話跟謝米告別之後 來到了富饒的城鎮 尼濟納 作為本次劇場版的大舞台 尼濟納這座城市 是參考了現實世界中希臘的雅典 因此除了在米濟納 有著相當豐富的自然景觀以外 聳立著的神殿遺跡也相當的有特色 而神殿設計的參照對象 真是相當有名的帕德嫩神殿 因此在整個米濟納的城鎮風格上 都充滿了希臘神話的色彩 非常符合創世神活躍的舞台 接著在小智等人於湖畔玩耍時 湖面上卻突然出現了時空裂縫 連帶著捲起一道強力的水龍卷 這時候的寶可夢驚慌逃竄 皮卡丘與波加曼也差點被捲入時空裂縫中 就在眾人陷入危機的時刻 兩人趕到了湖岸邊 他們是遺跡的守護者希娜與克兵 希娜不同於常人 有著跟神獸溝通的能力 面對小智等人遭遇的困難 她召喚出了時間神蒂雅魯卡 成功的就回皮卡丘與波加曼 然而當眾人都鬆了一口氣時 齊拉蒂娜卻突然從湖面竄了出來 追著蒂雅魯卡又是開扁 對,從上一集追殺到現在 看得出齊拉蒂娜真的很恨蒂雅魯卡一聲只追她一人 根本是劇場版裡面的真愛組合 明明是帕路奇亞先來的呀 而希娜此時也想著透過跟齊拉蒂娜溝通 讓她對於平息怒火、放棄爭鬥 然而此時見到老仇人的齊拉蒂娜 根本不想把希娜的話聽進去 繼續海扁蒂雅魯卡 直到小智出來勸架 認出這是上一集自己的救命恩人 齊拉蒂娜這才賣了個面子 停止對蒂雅魯卡的攻擊 小智這個面子果實真的很大顆 神獸都要退讓三分 冷靜下來的齊拉蒂娜也聽從希娜的勸阻 回到了反轉世界去 此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先前出現過的空間漩渦再次出現 要把蒂雅魯卡拉進時空裂縫中 對!受傷的又是蒂雅魯卡 三部曲裡面永遠是她被扁 根本是最大的受害者 直到蒂雅魯卡要被捲走的時候 帕路奇亞衝出來 成功把蒂雅魯卡從漩渦中救出 看得出他們在白羊鎮大戰之後已經與對方和解 最後時空雙神回到各自的領域 這場動亂暫時告一個段落 希娜也帶著小智等人參觀了神殿的遺跡 並給小智等人展示了能夠觀測時空運行的時空儀 表示之所以會有先前白羊鎮的戰鬥 正是因為阿爾周斯的蘇醒 導致帕路奇亞與蒂雅魯卡 他們各自的空間碰撞在了一起 方方都以為是對方入侵了自己的領域 才在第一時間攻擊了彼此 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算是解謎了第一部的劇情 到底為什麼兩隻神獸要打在一起 接著希娜為眾人說明了米吉娜地區的傳說 相傳在距今久遠的過去 曾有一場差點毀滅世界的災難 源源不斷的隕石砸向地球 是創世成阿爾周斯挺身而出 解決了這次的世界危機 但他也因此身受重傷 失去了身上的石板奄奄一襲 當時一名勇士達摩斯拯救了重傷的阿爾周斯 而阿爾周斯作為回報 也為了重整失去生機的米吉娜 他將五個屬性的碎片融合成了一顆生命寶玉 恢復了米吉娜周圍的豐饒 並約定了在一年後要歸還寶玉 結果時間來到隔年的日時 也就是約定中要歸還寶玉的日子 達摩斯卻沒有遵守當初的約定 反而指揮起寶可夢攻擊阿爾周斯 讓沒有雷屬性石板的阿爾周斯 受到了相當嚴重的傷害 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空間沉睡靜養 對此耿耿於懷的阿爾周斯 也歷次在他甦醒之時 要對人類進行制裁 才導致了現在世界的危機 仲偉達摩斯後代的希娜 打算將他們世代流傳的生命寶玉 交還給阿爾周斯 希望以拼吸阿爾周斯的怒火 然而這個時刻 眼前的時空儀突然產生強大的反應 阿爾周斯降臨到眾人的眼前 對世界降下了天罰 無數的隕石掉落在大地上 健壯希娜趕緊上前拿出生命寶玉 希望取回生命寶玉的阿爾周斯 能夠因此停止攻擊 然而當阿爾周斯看到這顆生命寶玉時 會顯得更加的憤怒 隨後一腳將其踩碎 希娜才得知 原來他們流傳下來的生命寶玉 居然也只是仿冒的假貨 再次感受到被欺騙的阿爾周斯 一發破壞死光摧毀的神殿 即便是希娜試圖跟阿爾周斯溝通 阿爾周斯也已經不予理會 飛到天上發動更強力的神法 此時帕魯吉亞與蒂亞魯卡 也各自衝了出來 試圖阻止阿爾周斯並與之交戰 但在擁有對應石板的阿爾周斯面前 時空雙神的攻擊毫無作用 反而是被阿爾周斯洗臉了一番 直接打到在地上摩擦 沒想到此時能阻止阿爾周斯的 居然還得是我們的皮神 因為阿爾周斯剛好缺電屬性的石板 皮卡丘的攻擊才能生效 皮神是真的很神 生涯戰機裡面連創世神都扁過 但在這個劇場版之後 皮卡丘竟然在黑衣白篇打出了騰騰蛇 有夠哭 雖然講了這麼多 但皮卡丘的攻擊終究只能暫緩阿爾周斯的行動 阿爾周斯反應過來之後 馬上又繼續著他的攻擊 這次替眾人擋下攻擊的是從反轉世界趕來的奇拉蒂娜 接著超級熱血 三隻神獸合力困住阿爾周斯一陣子 蒂阿盧卡決定在眾人身上賭一把 把他們傳送到當年達摩斯背叛阿爾周斯前 試圖改變過去的歷史 然而第一次的穿越中 眾人來到了這個時間點時已經為時已晚 只見達摩斯調換了生命保育 並讓寶可夢們攻擊阿爾周斯 憤怒的阿爾周斯也摧毀了神廟 並奪走了達摩斯的性命 眼見這個時間點已經無法挽回 希娜只好請蒂阿盧卡 將他們送到更早的時間點 試圖找到過去的關鍵 然而這次小智的人傳說到日時的前一天 卻遇上了達摩斯的副手 奇心 奇心表面上從希娜那邊得知了未來的事情之後 裝作願意配合的樣子 實際上卻是將小智的人關進地牢 並有著自己的算盤 小智他們在地牢裡也遇到了同樣被關押起來的達摩斯 事情的真相才逐漸浮出水面 原來當年達摩斯並沒有背叛阿爾周斯 而是他的部下奇心策劃了一切 他為了讓自己奪得權利 同時保留住米濟娜的繁榮 奇心發動政變關押了達摩斯 並對阿爾周斯下手 引發了一系列的悲劇 但不同於過去慘痛的歷史 小智等人的到來讓這一切出現轉機 他們的寶可夢攜手合作 帶領小智一行人和達摩斯離開地牢 另一方面在希娜這裡 奇心透過和希娜的對話 明白了未來的狀況之後 打起了新的如意算盤 他將計就計利用了希娜 把空的權杖交給他 說希望由希娜來歸還保育 實際上是自己長期保育 並在原本計劃的攻擊中 加入了大量的水銀 想直接殺死阿爾周斯 永絕後患 不得不說奇心是真的很 恩將仇報也就算了 居然還想殺掉創世神 人為了權力跟財富顯出的險惡 被詮釋的十分出色 而這也是第二、三部劇場版中 提及的一大部分重點 原來人類的自私自利 比神跟天法還要更可怕 往往是人在為難其他人 又到了歸還生命保育的時刻 阿爾周斯如約而至 卻發現希娜欺騙自己之後 奇心指揮著寶可夢攻擊阿爾周斯 並配合上水銀的掩埋 阿爾周斯瞬間被釘在原地 不斷遭受到電擊 而達摩斯則趕來救下了希娜 並用心靈感應解開誤會 但不斷被傷害的阿爾周斯 卻依然憤恨著達摩斯 以為這一切都是他的背叛 小智則是早上的奇心 跟他搶奪起了生命保育 經過一番困難重重的追逐之後 終於奪回生命的保育 但當小智趕到阿爾周斯面前 奄奄一息的阿爾周斯 卻憤怒的拒絕了保育 他認為這是施捨 打算用盡自己的力量反抗 接著更多的水銀掩埋了阿爾周斯 小智等人的身影也變得更透明 對應著阿爾周斯即將死亡 一旦阿爾周斯死亡 就不會有他們來到過去的歷史 這是一個相當巧妙的時空悖論 卻不是一個最好的收尾辦法 在阿爾周斯即將消亡之際 達摩斯承受著他的怒火 不斷抵禦著阿爾周斯的精神攻擊 終於將一切的真相傳達給了阿爾周斯 瞬間明白怎麼回事的阿爾周斯 收下了生命保育的力量 16片石板歸位 少了一片妖精屬性 不過都是後來增加的 我們先當作沒有這回事 回到了無敵的創世型態 阿爾周斯救下了所有人與寶可夢 只放齊心一個人去死 呵呵死好 阿爾周斯解開了與人類的誤會 但同樣的因為耗盡力量 所以要回到時空戲風中休眠 蒂亞路卡見到小智等人 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後 也將他們帶回了原本的時間點 然而當他們回到未來之後 卻發現景色依舊是一片破敗 眾神們依然倒地不起 未來並沒有因此被改變 就在阿爾周斯要進行下一次攻擊時 小智大喊了阿爾周斯的名字 阿爾周斯才及時獨擋一下 更新了記憶 回想起與小智他們經歷的故事 明白了這一切都是誤會之後 阿爾周斯復原了自己帶來的破壞 也復原了時空雙神和其拉蒂娜的傷勢 帶著16塊石板以創世神的姿態揚長而去 而小智等人在查看神殿的石板時 發現當年達摩斯在事件之後 把小智等人的故事刻在石板上 讓他們成為了傳說的一部分 用一個史詩風格超級強烈的結局 替整個神話三部曲做一個相當美好的收尾 至此,第一批劇場版三部曲告一個段落 而小智等人在經歷了這三個故事之後 也成了真正名流青史的英雄 我相當喜歡這個劇場版系列 不僅把鑽石珍珠中創世神的強大刻畫得十分立體 把三隻神獸壓著打的畫面相當的令人印象深刻 並且這三部故事都各自講述了非常好的主題 第一部達克萊一篇講述偏見 第二部謝米篇則講述了感謝之情 第三部超課的時空充滿著對誤會憤怒的反思 且三篇都不是各演自己的故事 那就算了 三部電影環環相扣 第三部還圓上了前面兩座劇情的同時 帶來一個相當圓滿的收尾 不能說這有多高明 但是非常的優勢有蹤 貫徹了鑽石珍珠那種神獸史詩的風格 這三部劇場版是我認為觀眾們很值得去看的一個系列 也不得不說 經過這次的電影版之後 觀眾對於寶可夢電影版的視覺衝擊需求 被拉高了一個檔次 從這之後的一段時間裡 寶可夢電影裡面神獸大戰變得稀鬆平常 後面的黑白英雄電影更是莫名其妙 那大家對於超課的時空有著怎麼樣的想法呢? 在三部曲中 你最喜歡哪一部劇場版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的不見得會調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IG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